老铁们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麻婆豆腐 我们首先锅中烧水,水开放入豆腐丁 这个豆腐丁切模子大小,然后放一点盐 去给它焯一下水,焯多长时间,差不多在20秒钟左右 焯去它的豆腥味,顺便把里面给它煮烫 然后锅中烧油,放入肉末 肉末的话要给它扁出油,扁香 最正宗的是那个牛肉末 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有猪肉末在做 肉末炒香,放点这个豆瓣酱,皮线的豆瓣酱 豆瓣酱炒香炒出颜色之后放入姜末和蒜末 还有这个老干妈豆豉,喝者说是涌川豆豉都行 然后放入这个辣椒面,辣椒面下锅的时候 注意这个火候,用小火炒,炒约就是在5秒钟左右 炒出颜色,就可以加入这个清凉水 然后滴上一两滴老抽 放点鸡精,味精,给它调好味之后放入这个豆腐 用小火慢慢收,小火慢慢收汁 等它这个里面完全煮烫了 油温烫了之后,我们再来收汁 麻婆豆腐一般情况都是收三次芡 都是收三次芡,要做到麻辣炫香烫 这个豆腐 在炒料的时候,那个油不能太多 炒料的时候油太多的话,打芡打不起来 打起来了也比较浑浊 就是收汁你收不拢 所以说炒的时候油不要太多 我们这样给它就是收芡汁 一般情况就是在水开了 然后淋入一次芡 等一次芡打进去之后 停上一两秒钟 然后再给它推匀 然后等它开了 再打入第二次芡 反复三次 等把芡汁收拢之后 再放入这个蒜苗花 或者说是蒜苗结兜型 给它推匀 最后打入点这个明油 从那个锅边给它打入那个明油 再出锅 出锅的时候放入这个花椒面即可 喜欢的老铁 帮老弟把这个小红星走一走 感谢你们的支持 这个麻婆豆腐如果说打芡汁的时候 你没有把那个芡汁给它收拢 这样的话出来之后 这个它那个味 就沾不到那个豆腐上 简单点说 你就是说你这个豆腐它不如味 就那么回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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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ي